走进姚庙,聆听地姚故事 姚啊,姓一起,明要风雪 陶寺遗址,感受新人智慧 到节气了这一天 太阳光直接打过来了,一条光柱 打到原点就是节气 打不到原点就不是节气 天塔十五,高台之上,展现勇气与魅力 现在完全都是靠头部的力量来支撑整个身体 倒着写字 特色美食,牛肉丸子面 带你品尝香辣的味道 很筋道这个面条,特别入味 吃完这一口感觉想接着一直不断地吃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七十三集 中国之源,瑶都临坟 正在播出 离开几线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来到了临坟市区 临坟位于山西省西南部 因地处焚水之滨而得名 临坟古称平阳 上书中曾记载瑶都平阳 瑶在四千多年前就定都平阳化定九州 形成中国最早的格局 在近北历代长城的守护下 这里也留下了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我们长城内外在这里的第一站 就是位于临坟市城南的瑶庙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来到了临坟市瑶都区 我们现在来到了瑶庙门前的大广场上 你看我身后这些起伏的小山丘 你站在高处看 它是一幅中国地图 而在地图的正中央 树立着一座非常大 非常高的滑表 据说滑表的出现 也和瑶帝有着密切的关系 会是什么呢 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瑶庙寻找答案 眼前的滑表高二十一米 助身盘屈着中华世纪龙 仓景威武 被称为中国第一滑表 初到瑶庙 我们找到了对这里非常熟悉的高淑德老师作为我们的向导 这个瑶庙它是祭祀瑶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这个用来祭祀地瑶的庙宇 那瑶庙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它从西纪年间开始建立 西纪 1700多年了 现在这个庙寺 从唐县县三年搬到这个 这是第二个庙寺是吧 第二个庙寺 最早第一个也是在林坟 在林坟在飞河的西边 这个是在飞河的东边 在高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走进了瑶庙 来到宜门 宜门也叫礼仪之门 故事后 拜夜和祭祀地瑶的帝王将相 即平民百姓 凡到此处 必须整官谈臣 端庄仪表 然后才可以毕恭毕敬地先行 门额上的文明始祖题词 是对地瑶文明政治的最高评价 宜门背面题词 光丕四表 原是清康熙帝 为瑶殿提起的门边 意为瑶的功德 像日月光会一样 润泽四方万民 高老师说 在宜门的下方 至今仍保存着当年 尽造宜门时所留的十吨 98年之前 这个地方没有 但是我们建的过程中 挖出来的一堆 它这个特点 就是说 应用了临风的微风锣骨 作为这个想象 微风锣骨 在临风这个历史 最少有四千多年 这个骨面 你看它雕刻 可能是在地下埋着时间长了 但能看到原来是有花纹的 旁边这个骨边的一些 古丁 古丁都很清楚 而且这个体量很大 过了一门 瑶庙内的第一座楼宇 就是秀丽的五凤楼 它实践于唐代前奉年间 距今已有 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高老师告诉我们 这里是为了纪念瑶 和他的四位掌管天象四十 制定立法的大臣 而建立的场所 为什么要叫五凤楼 说瑶的时候 这个什么 天静这个瑞启 就是说这个凤花 相遇这个瑶的时候 后来又把这个瑶 和他这个什么大臣们 都比作这个凤花 典籍里边就是记载 瑶当时他们这个 开会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什么 煤冲打开 打开以后就是说 我们商量什么事 就是说周围的人 其他的民众都能听清楚 就很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 大家打开天窗 说亮话 对也可以这样说 五凤楼雄旗俊秀 屋顶飞檐峭角 巧度天宫 高老师说 它是其山西窑洞 和地方建筑特色 于一身的楼宇 因为窑和他的大臣们 智古开明 君臣团结 这里也被称为光天阁 川谷五凤楼 高大的广运殿出现在眼前 店前踩楼两旁悬友 民无能名四个大字 意思是说 地窑的微微攻击 人们已经没有办法 用词语来称赞它 在进窑店之前 门口的两根木桩 吸引了我们 这个看着是挺不一样的 他叫 斐宝墓 斐宝墓 窑的时候 就是说 在他办公的宫殿外边 设立这个木头中子 大家就说 从这个别的地方来 在这个地方 居起参政 义政 提意见 提建议 并不是说 大家对上这个木头中子说 斐宝墓后来 就演化成了 在路边 这叫路表 是方形的 在这个什么 灵墓前边 叫木表 就是这个 中石这个灵墓 在这宫殿前边 叫这个 花表 所以我们在 姚庙大门口 建的那个很高大的 花表的前身 就是他 就是斐宝墓 随着实弹的推移 斐宝墓 演变为雕刻 精细的石柱 形成盘龙缠绕的花表 成了历代帝王皇宫的装饰物 和帝王尊严的标志物 在斐宝墓的两侧 此刻沧桑的古柏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树林 历经岁月 已久知凡夜貌 见证着姚庙的历史 中间这一尊就是 这个姚王的缩像 姚的缩像 姚啊 它这个什么 姓一起 名叫风雪 她是母亲是燕帝部落的 她父亲是红帝部落的 燕虎子随 摇睡传人 中间这个姚王像 你看一下 因为它素的是一个老者的像 老者就会给人充满智慧 又德高望重的感觉 这边四个是他下面的四个大柴 这是西河 姚派他在天井 立法 后来我们叫阴历 龙历 这边对外是后继州的祖先 他飞管这个龙业 四月整管这个祭祀 整管这一 这边这个高窑 这边法律的笔走 当时这个这个 化地为了老啊 法律就从那时候这个确定了 我们之前看到这个五凤楼 形容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五位 广运殿内金碧辉煌 气势宏伟 因为地摇攻击浩大 善让地位于顺 选贤任能 任命大禹 治理水环 所以人们常用摇天顺日 来形容太平盛世 在摇殿的后面是祭祖堂 这里记录着摇顺宇 君臣后裔的姓氏 摇和这个顺宇 他这个姓氏 占了汉姓的 有480多个姓氏 涵盖了汉族80%的人口 一齐就是这两个字 是姚王的姓氏 慢慢就衍生出后面这些了 姓姚 名重华 那鱼呢 鱼姓氏 鱼字旁这个氏 名字叫维命 其实我觉得 这个姓氏它非常重要 因为在摇顺宇那个年代 可能我们生活的这个流动性还很大 但是姓氏就像血脉一样 是附加在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摇底不仅是文明的始祖 以它为远远的摇文化 也给鱼粉留下了深厚的历史 197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临粉市湘粉县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陶寺遗址 进一步证明了姚所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国家和文明的时期 驱车半个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陶寺村 我们现在来到了香坟县东部的陶寺遗址 之前我们去过了姚庙 那是人们祭祀遗址的地方 而据说这个陶寺遗址是当年摇文化时期的都城所在地 遗址生活过的地方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高老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陶寺遗址 高老您好 您好 我们现在身后是这个连片的庄稼地陶寺遗址在哪个位置 您能不能向我们指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就在陶寺遗址的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陶寺遗址规模比较大 面积比较大 大概有300万平方米 高强涛今年40岁 在陶寺做考古工作已经8年 他告诉我们 陶寺遗址是中国目前发掘最大的一座史前城址 经过初步发掘后 陶寺遗址分为宫殿区 墓地区 仓储区 手工野区和祭祀区等 因为季节原因 大部分遗址都已经回田 但依旧有小部分区域正在发掘 跟随高江涛 我们走进了遗址现场 这个有七八米深是吗 七米多深 七米多深 这个地方原来是 这是墙的槽 以前人打墙的话 他得先挖一个槽 就跟现在盖房建筑工地 不是挖很深的那个大坑是吧 以前人也是一样 他先挖一个很大的坑 然后把它打起来 夯起来 然后才在上边 上面建这个高高的墙 现在上面这个高高墙 看不到了 只建到现在这个下边的坑了 怎么能看出现在挖的这个坑 就是当年人们挖的这个坑 因为它是根据出的东西 它出的是四千年前的陶片 然后你看这不是一层一层的吗 这个得仔细看 就是一横一横的 就是一层一层的 这个挖起来深坑以后 往里填土把它横横横结实 陶刺的各道城墙构筑方法不宜 有的墙体为内外两侧横住 中间填土踩它结实 有的墙体则用抽泥加碎石 拍打堆转而成 除此之外 在城墙的旁边 还发现了大脚不一的垃圾坑 坑内出土的骨头和瓷片等 也充分证明了当时 这里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高江涛介绍 陶刺遗址是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 在前方的不远处 他们还发现了一座瓷城 主墙的外边凸出来一道城墙 是在哪个位置 大概就是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就是 然后那个已经坐过了 你看 那边已经凸起来的 怀疑是瓷城的城墙 您说的这个瓷城的城墙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因为这里边是宫殿 瓷城就是防御 什么防御呢 突出来的地方 人在墙上都可以占人的 然后这个人要想进这个里边 就必须先进瓷城 瓷城就是因为是封闭的一个空间 上面如果占满了这个士兵什么之类的 就是把它想到现在有一句话叫瓷中捉鞭 就是逃你也逃不出来 瓷城平面城C字形 南北宽12米 东西长13米 高江涛说 到目前为止 陶寺遗址的发掘已经有将近40年 但发掘出来的遗址 却紧占了总面积的千分之次 想要彻底揭开窑渡的面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每一次重大考古的发现 往往都伴随着珍贵文物的出土 跟随高江涛 我们来到了陶寺村附近一座临时搭建的博物馆内 这里存放了很多挖掘出来的文物的房品 这是著名的龙盘 但是这是复制品 就里边有一条龙 哇 这个龙盘是真挺漂亮的 这一件龙盘的出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一般情况下 一出现与龙有关的器物 我们就自然就自觉不自觉的就觉得它很重要 实际情况也是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文化符号 当时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图案了 已经出现对龙的崇拜 而且是这些东西主要是发现在高规格的墓葬中 或者如果是拿陶寺来说的话 就只出现在大墓里 我们叫它礼器 是一种代表身份的标志 龙盘置地为泥炙荷桃 图案中的龙全驱在盘中 方头舍身 口中伸出如同麦穗的长信字 是当时王权的象征 代表着陶寺王国的国徽 展厅中含有大量鸵骨 石庆 陶灵等礼乐器二十余件 这些乐器的出图 对于探索礼乐制度的形成 和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面鼓是吗 这是一面鼓 鼓就是用那个陶的 所以叫做土鼓 很清脆的声音 这个是它的敲的地方 从这儿敲 然后这边有四个发音鼓 那这个乐器得两个人配合完成 你看我堵着这个孔 堵着这个孔 堵着不同的孔 它的调是不一样的 包括看到龙盘还有乐器 您说是高等级的墓葬出土的 对 有考证出土的墓葬是墓主人是谁 我们讲证据链 不是一个证据 是一个链条 礼器很常见 比如龙盘 它是一种身份地位象征 本身就是用理智制度的等级秩序的反应 另外乐器也已经出现了 这些证据连起来都指向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窑渡 离开布馆高枪掏手 在2003年 陶岁遗址有了另一个重大发现 古观象台 这个就是古观象台 看上去有石门巨震的感觉 当时发掘出来就这样吗 当时是这样 整个区域是一个单独的区域 它主要有这么几个组成部分 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半弧形的 现在看来是柱子 当时实际上是在地夯图面上的 一个一个的夯图板块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著名的观测点 主要是这两部分组成 古观象台由13根石柱组成 12道观测缝 呈半圆形 站在这里可以从观测点通过土柱辖缝 观测东沿塔而山的日出方位 确定季节 节气 安排农耕 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 结果表明 这12道缝中 1号缝没有观测预出功能 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 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 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 除2号12号缝各用一次外 其余9道缝 结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 也就是说 从这里可以观测到20个节气 到节气了这一天 太阳从塔而山里出来 太阳是个圆的 塔而山是一个山体线的 太阳切塔而山 或者半切塔而山这一瞬间 因为柱子是挡的 只有一个缝 缝是什么 缝是太阳光 太阳光直接打过来了 一条光柱 打到原点就是节气 打不到原点就不是节气 现在还试过吗 4000多年过去了 它还管用吗 我们实际观测的时候 发现并不是现在的冬至夏至秋分这一天 它是打在这上面的 反正要么提前一天 要么推后一天 你要是现在打到这原点 你这就是假的 因为什么 因为4000年来 它总有变化 太阳的运行轨道 黄石胶角和地球形成的胶角 有了四度的变化 直接造成了和现在的差别是一到两天 高江涛介绍 古观像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镇观测台 还要早近500年 是迄今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观像台遗址 而古人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一座观像台 准确的观测节气 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确实这个观像台发现 也是能够代表当时那个时代的非常尖端的科技 是的 我们今天看到这礼器乐器城墙 包括这个观像台都能够证明 在文化 对在摇文化时期这里人们生活得非常的好 已经有了这个繁荣的文化 真的让我们为前人的这个聪明智慧所折服 天塔师舞 高台之上 展现勇气与魅力 我这现在完全都是靠这个头部的力量来支撑着整个身体 倒着写字 特色美食 牛肉丸子面 带你品尝香辣的味道 很筋道 这个面条 特别入味 吃完这一口感觉想接着一直不断地吃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73集 中国之源 瑶都林坟 正在播出 一到过年过节啊 很多地方都会有舞龙舞狮的民族表演 林坟当地的舞狮是很有特色的 据说是一种在高空舞狮的表演形式 既惊险又精彩 很受这里人们的喜欢被称为了天塔师舞 我们现在来到了香坟县的陶寺村 身后是村里的关闭庙 面前是一大片的空地 村民们就经常在这片空地上进行师舞的表演 我们也打听到了天塔师舞的传承人 就住在村子里 今天我们去拜访一下 天塔师舞又称狮子上板凳 是陶寺村的汉族传统舞蹈 相传始于随堂 历经宋元明清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我们来到天塔师舞的传承人李老师家 院子里 他正在对村里的徒弟指点动作要领 您是李老师是吗 您好 我们是远方的家节目组的 之前跟您联系过了 现在是正在排练 对 他们在训练 这个是叫天塔 这个就是天塔 我看有几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层 对 序列 就这个高度就行了 也就是到正式表演的时候 对 正式表演 布置这么高 对 我看现在这个凳子最上面站了一位女士 她是领事 是每个人都要上到最高点吗 都要上去 她是一部九个人 九个人全要上去 因为她六只狮子 狮子是呆人的 是小狮子 两只那是方狮子 李登山今年七十岁 是天塔十五的第六代传承人 年轻时 曾在陶寺村 当了三十年的村支部书籍 所以村里人武师都是李老师亲自教的 他告诉我们 正式表演的时候 凳子要搭到十三层 有将近十米的高度 因为是在训练 我们还无法感受到高空武士的惊险 他主要的就是在上面表演 表演的时候 这个上面最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力量 力量 平衡 平衡 尤其是带量 对对对 而且在上去以后 它主要是晃动的厉害 平常他们就列这个基本功能 轻松是关键的 这是在表演时候的难度所在 因为这个凳子 我们观察一下 你看 最底下是两个平行放着横着的板凳 然后再垂直的再放两个 就感觉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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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横竖搭在一起 就是两个一层 两个一层 2006年5月 天塔诗舞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诗队里 有年轻人 也有中年人 大家都对这项既惊险又刺激的活动充满了热情 看到大家伙练得这么热闹 记者孙亚鹏也想尝试一下 是这样吗 对 相对于在高台上表演来说 灯塔的过程要容易得多 站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要在这个板凳上站立起来是需要勇气的 对 刚才我看到那几位大哥大姐站在这个上面表演 对 我来尝试一下 站上去没问题对吧 没 李老师 我觉得您是属于那种胆大的 真放心 我这么站着 好 没问题 你能看到这个在晃吗 你看 不是 晃我看 好 好好 我 成功了 是不是 大姐给我鼓掌的 我觉得站在这我算是克服自己第一步了 在上到塔顶之后 记者主动要求要再学一个动作 从到这我教你在这上面一个动作就是白腿 这样是吧 好 你是觉得这个简单 这个简单 最难的 我看 然后呢 这个腿 登展 登展 对 好 这个位置是吧 然后手怎么放 手这么着 这么着 好 我再来一次完整的 对吗 我现在已经成为李老师的徒孙了 因为板凳内涵科学的力学原理 并且塔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保护的对象 天塔是五看上去险 实则有惊无险 李登山告诉我们 他还有一样绝活 目前这些徒弟中还没有人学会 在大家做好准备工作后 李老师开始登塔 我看这个凳子顶上放了个架子 看了再说 看了再说 这是一个之前没有见到的 这个就到这 两个下 现在他这个七十岁的年纪站在这个上面 我还是有点担心 不过看李老师的身手非常好 还有一个片头 再看 有个紧急动力 紧急动力 一进来以后 要下来 我好像看着是在倒墨尖 是在调墨吗 看来这个手要用力了 把毛笔咬到了嘴里 哇 您小心 好 好 李老师的这一空中倒幅的绝火 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最令人惊叹的是 这一高难度的动作 竟然是由一位古兮老人完成 这现在完全都是靠这个头部的力量来支撑着整个身体 然后拿出了板子 开始倒着写字 写完了是吗 小心 天塔诗舞 李登山19岁就开始跟村里人学习表演舞诗 这项绝火是他年轻时自创的 在外演出时 为了不让远到而来的观众失望 他曾经还冒着大雨 在高空中表演此项绝技 在徒弟们都练习完毕后 大家把板凳和装备 拉到了村子中央的官邸庙前 在这里 李登山要带领大家 给村民们表演一场正式的天塔诗舞 你看几位老师在这边已经把这个凳子竖好 由于这边地不是很平 在底下垫了很厚的木板 每类一层的凳子都要经过测量的是吗 还是就这两层 第一层嘛 第一层屏了 前面两层的这个根基要打稳 是吧 所以带了这个水平尺 刚才两层已经水平了是吗 只过了短短五分钟的时间 十三层的天塔就已经搭好 周围的村民也纷纷赶来 在凳子的最高处 还专门绑上了演出要用到的条幅 现在这个凳子已经搭好了 大家也准备差不多要开始表演了 我现在站在这个凳子下面 先来感受一下这个高度 可能上午只有六层 让我们的摄像大哥 从我们这个最底子步 现在摇上去 你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像是一个高速入云的天梯一样 真的很高 而且这还是在画面中的感受 在现场会更加震撼一些 在古乐声中身着绿色服装的领诗人 引领两头大狮子和四只小狮子上场亮相 狮子们显得格外活泼可爱 时不时做出直立翻滚等动作 表演抢夺绣球技巧 而领诗人则不断展现本领 把现场的气氛引向高潮 群师围塔 越远越上 领诗人在塔中 用短短十秒钟的时间 快速旋转上至塔顶 登顶之后 一气呵成表演三角倒立 踢腿等高难度动作 随后 在领诗人斗影下 两头大狮子顺着天塔的底部 左蹿右跳 钻空而上 俯身摇头晃脑 召唤下面的小狮子上塔 四只听到召唤的小狮子 急切地向上攀爬 并在塔上表演莲子开花 最后 在大狮子的音领下 六头狮子全部蹬了塔顶 口吐条幅庆祝演出成功 逢年过节 陶四村都会举行天塔诗舞的表演 鱼岸金的村民都会来到官邸庙前看演出 你是咱们村的村民吗 也是从小在这边长大 以前我们 我搞过这个 我们以前 几十年以前 它就是 这个 猪子被被留下来 那为什么后来您就不舞狮子了呢 随时打了 那现在的表演和十几年前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了 现在的 白的马铁比较 他们大了 现在十二分不掉了 现在也 工作了 各方都比较紧张 天塔诗舞结束后 黎老师的徒弟告诉我们 因为天气原因 他们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并不十分满意 水中乐月没做 今天点事没做 因为有风 刚才没有做 是吗 风大 因为他们两个是大狮子 那个大狮子 他后面要劈着这个 这个如果一旦跳起来 它是会兜风的 对 那风一刮就行了 对 一刮 他那个就容易把人刮倒 很危险了 所以说大动作就不能做了 杨康今年三十二岁 在市里做金融工作 十几岁时 他就开始跟李老师学习天塔诗舞 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 他告诉我们 训练时李老师常告给他们 宁可有诗舞 也不可有事故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近年来 除了在陶瓷村本地 武师队还远到北京 山东 杭州等多地参加演出 李老师告诉我们 虽然现在已经 骁勇名气 但以前因为条件有限 金融事物 曾一度中断 九六年要恢复起来 开会 给我们这个 吹哥一会儿说 咱们结果恢复起来 我是三个一图 一个是通过咱们节目 学会咱们投资 维划 投资一时 提高投资中心度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节目 推出反映 共产 第三个意思呢 就是 讲了一代体育成 咱们去商业演出 刚开始恢复天塔事物的时候 道具和板凳都是聪明提供 演出人员也要从头交起 为了提高知名度 他们还往返各地义舞表演 如今 天塔事物的名气越来越强 荣获的奖项不计其数 李登山也已经上了年纪 但他依旧坚持锻炼 每天去体育馆打篮球 闲暇时 他还顶期去区我和相分的武术学校 培训那里的学生武士 对于徒弟们和天塔事物 他有着自己的期望 特色美食 牛肉丸子面 带你品尝香辣的味道 很筋道 这个面条 特别入味 吃完这一口感觉想 接着一直不断地吃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73集 中国之源 瑶都林坟 正在播出 离开陶寺村 我们回到市区 天色已经渐暗 路上的行人 也接受了忙碌一天的工作 在林坟 这个时候 正是去吃美食的好时间 如果你让一个林坟人 向你推荐一下这里的美食 那么十之八九 都会提到牛肉丸子面 在林坟的大街小巷 你会经常能够找到 牛肉丸子面的店铺 这个名字 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 主要的食材 也无非就是牛肉丸子和面 但是味道很特别 制作方法也非常独特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 专门做牛肉丸子面的 老字号的门口 进去品尝一下 走进店内 我们找到了 事先联系好的店老板 白西平 因为白西平的父亲 白荣祥 是林坟 牛肉丸子面的创始人 所以白加的面 味道最为正宗 店里的生意 也很红火 他告诉我们 面之所以好吃 是因为牛肉 丸子和面 这三样基本食材 做法独特 跟随白西平 我们来到了厨房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炸丸子需要的调料了 还有这个调料 生姜 花椒水 鸡蛋 这个是 食盐 这个是粉面 这个 这是调料面 那有没有这个配比 鸡蛋和肉的比例 有比例 它这个配比就是 五斤肉吧 就是一滴鸡蛋左右 你们有的不知道 它这个鸡蛋 取这个丸子膨胀左右 它鸡蛋打到里边之后 嗯 嚼着手是软的 白西平介绍 炸丸子一定要用牛的瘦类调肉 同时在搅拌的过程中 还要不断地加入花椒水 十几分钟后 才能加入淀粉和其他调料 淀粉和肉的分量 要保持一比一才最合适 白西平告诉我们 丸子弹不弹 全在手上功夫 如果用机器搅拌 就会破坏肉的纤维 影响口感 炸丸子是个技术活 小小的丸子 白西平已经炸了三十几年 当油锅中的丸子浮起来 并且变成金黄色 就代表已经炸好 我来尝一个熟了的 可能很多淀粉人 他们有次吃到这个丸子的时候 都吃的是已经煮好在面里的了 所以像刚炸好的牛丸子 可能别人也很少吃到 很少吃到 他们都是这破的丸子 刚炸的时候 这个皮有点硬 它捞出来 让它放一会儿 这个里边有水分 它慢慢炕到那个皮 它就转了 因为家的鸡蛋 不像我们吃的这种纯牛肉的丸子 那么难咬那么筋道 咬起来又像面包 像馒头 但是是牛肉味的 炸好的丸子 还要经过凉水浸泡 这样才能保证 丸子既绵软又有弹性 我刚才一进来 看这个窗口那个位置 烫的就是这个 做好的面 熟面 这个是生面 你看这个颜色不一样 区别还挺大的 为什么这边的丸子面 要放碱面呢 它这个碱 这个帮助消化 拌上油之后 这个面就发亮 这个是拌过油的 煮好的面条 还要经过凉水冲洗 最后把食用油拌在面里 这样煮出来的面 才更加爽滑 白西平告诉我们 里面搭配的牛肉 也很有讲究 除了常用的花椒 八角 草果 香叶等调料外 还需要加入白家的独门米方 一同熬煮上四五个小时才可以 待所有准备好的食材 都盛进碗里之后 再浇上几勺 用牛大骨熬制的香楼高汤 就可以端上桌了 现在丸子面就已经上桌了 你看我们烫完之后 丸子肉和下面面条 完全和我们刚才在后厨 看的样子都不一样了 看着真的好辣 尝一下 很香 这个调料 特别入味 你吃起来就觉得 吃完这一口 感觉想接着 一直不断地吃 就很有食欲 这个感觉让人吃起来 味道是第一的 你看这个面 很筋道 这个面条 多压了几遍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筋道 红红的辣椒油 溜圆的牛肉丸子 伴着碧绿的香菜 淳朴简单的美味 吃得酸肠淋漓 白家一共有四个兄弟 当年都跟随父亲 做过牛肉面的生意 提起闹灯岁月 白熙平依旧记忆犹新 刚开始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初的时候 当那面吃平的时候 还不是这个味道吗 它也是这个面 这个细 它慢慢转化 这个麻辣的味道 一天大概能有多少个人吃 那也是一百来人 一百来人 那个时候生意就不错 排小菜的 排的长刀桌 也是个锅 我们就用几个来一块 有一下面的 有煮面的 有咬面的 一家人跟随着父亲创业 坚守着正门手艺 如今 牛肉丸子面的口味 已经有了改良和创新 白熙平的大哥和四弟 也不再经营面馆生意 但那香辣醇厚的味道 却像记忆一样 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心底 也成为了很多出门在外 临风人的牵挂 大眼飞过浪 明月照在高澳台 梦里土岭一站 醒来桑田沧海 谁还在挑灯发奔营 将家书托于永无差 谁在吟唱那首初赛 一腔血始终澎湃 去伴我长风万里 五千载平泽节拍 一方青转一曲万月的姿态 去看我装置豪迈 为明天此情可待 山河如花 水影前 悠尘 天 天 来 大怀树下回老家看看 明大监语 带您聆听苏三起届的故事 它是根据我们红族的一个马站的 从北京来到行程的 孔雀开平 小民宿展现大受益 走进丁村 回味历史与文明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七十四集 大怀树下是我家 敬请关注